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态度的难题和烦恼 要活得一点不累也不现实 聪明的人懂得调节自己的情绪 看淡世间沧桑 内心黯然无恙 不会被外在事物轻易地影响自己的心情 什么是人生最大的挑战 如果你不清楚 那么以下三项事更需要你想读 一 不问过去 苏氏有一首诗说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人生本就是一趟艰难的旅程 你我都是那匆匆过客 不要为了过往伤怀 因我们是活在当下 因豁达处事 而不是徒增自己的烦恼 过去的你或许有很多连伤心的往事 但是说到底 那些都已经过去 无论你做梦在意都改变不了了 不如给自己的心情撒点阳光 把时间留给更值得付出的人 其实很多东西 只要你想放下 就可以放下的 只要放得下痛苦 才能拿得起幸福 重新往后 学会放过自己 不会掉在地上的面包哭泣 也不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上 折磨自己 离开的人就让他走 不属于你的东西就不要 活得干净洒脱 才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 二 不问现在 也许你现在的状态并不如意 每天都很疲惫 很迷茫 但是千万不要因此就怀疑自己 甚至自暴自弃 如果你都放弃了自己 那别人更没有理由看得起你 人生就是一只储蓄罐 你投入的每一份努力 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打包还给你 时间总会发光 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 别人拥有的 只要你愿意去付出 那些真正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 永远不会被置顾 在当下的状态里面 即使现在过得不好 也不会自怨自爱 即使现在春风得意 也不会骄傲自满 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只要你肯努力 任何时候都不完 未来的路 永远在你自己脚下 而不在别人的眼光中 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 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现在很多让你难过的事情 过了很久以后再回头看看 才发现那根本不算是 时间是至于一切矫情的良药 经历的多了 自然就懂了 得意时看淡 时已时看开 多一些宽容 少一些计较 你才是自己最强大的后盾 三 不问未来 有人说 小孩的笑和老人的笑都是纯真的 前者是因为人生遗史 心无所存 后者是因为看透人生 心无所爱 其实多一点这样的心态 每个人都可以过得很快乐 人原本没有烦恼 只是欲望太多了 就变成了烦恼 很多人都喜欢替未来还没发生那次感到忧虑 这样纯属是自寻烦恼 一切事情都有他的答案 只是时间还没到 你才不知如何解答 杨将说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 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所以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 余生请做一个不忧 不惑 不惧的人 别把人生想得太难 谁都是这样慢慢走过来的 你能做的 只有在现在好好奋斗 才不让未来的自己后悔 不管结果如何 来过 爱过 努力过 无愧于心 就好 心情是一条河 心情的好与坏 取决于它的深度 若心量太小 一件净毛蒜皮的小事 也能激起水花 让人烦躁不已 若心量大了 再大的困难也能心平气和 黯然对待一切 过去的别再遗憾 未来的无需忧虑 现在的加倍珍惜 因为我们上半生所有的遗憾 都是下半生惊喜的铺垫 珍重成熟的人 不会让太多的昨天 占据自己的今天 就算过去再怎么不堪 也已经成为往事 不如立足现在 放下无谓的执念 护好每一分 每一秒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认识 订阅 订阅 議員订阅 menurut